有一位杭州的朋友 他也是一位自己玩瓷器的老货的朋友 他也经常到过去买些货 然后我让他拍一些图片给我 我说有些合适的我也可以收 我们打开图片看一下 他今天三点多钟发图过来 这是应该在他家里面 然后我看到他这个青花粉柴 包括一些广彩 外销传统都买 还是玩的比较的多样化的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朋友 相对来说他的瓷器的品种 会比较丰富一点 方便挑选一点 我们这么一眼看过去 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 看到没有 除了有一些小冰霉罐之外 它的很多瓶这些质量都是不错的 有那种博古花蓝的一个罐子 右边有一个积极高深花卉的一个霉瓶 右边还有一个青花浓稳的霉瓶 尤其中间有一个竟然又 拍窗青花的一个这种鸡腿瓶 说了台上的碗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八星人物的一个碗 差不多是一个米国早期 然后底下有很多这种供盘 感觉质量还不错 尤其是左边开始数第一个和第三个 总片高足的供盘 右边有一些小物件 比如说小瓶壶 小瓶子小茶叶罐 还有一个硬壳 质量还不错的 我想问问他吧 他说他最近比较忙 因为我相当于两个礼拜前 让他拍摆图给我干 但他一直没有拍 我这也是确实比较忙 他说有些国外的东西 也是常收到 然后我就问他来不来请的证 他说可能是下个月 紧的证房交会的时候会来摆团 我就想先下手为钱 咱们就别等到那么晚了 咱们勾一勾我想要的 我把我想要的这几个给它勾出来了 让他拍拍视频或语音 给我讲一下这几个的品项 还有价钱 如果合适的话 我就把它买下来 这个朋友上次来过 上次来过我们紧的证 当时还当面请教我 什么一些平衡湖的一些问题 也算是认识吧 而且上次他来紧的证的时候 就买了他不少东西 也算是当时买他最多的一个朋友 我觉得只要是好的物件 合理的一个价格 我们都应该支持 不管是为自己 还是为了对方 或者说为了以后放了给我们老铁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供赢的一个事情 我看他把图片拍过来 是不是 先拍了这个碗 对 这个碗是一个 不是八线人物 阴系人物 加上一些各种人物在一起的这种画片 片名过的东西 东西还是比较开门的 诸首付 这边有一个提词 众仙贤吉 十几位年 大家可以查一下 而仁义堂之 于昌江 东西没啥问题 这些碗有两个从前 自己挺喜欢自己留着的 其他都算全部卖掉 那么我看中了 第一个老板就说不给我 这个不是八线碗 这个也是一个群仙 群仙人物 然后他说碗清 那个撒兰磨不平是全品的 拍到手有点贵 想卖一万八千块 艺术品是讲缘分的 讲缘 这个要卖一万八千元 这个应该是 西香记版本的一个产品 一万多 有点高 你看我最近淘到一个 六十年代的一个 中宫粉海的大瓶 才给你们卖了一万块钱 说说另外两个吧 其实对我来说 太普通的我也不要 要一些比较精品一点的 所以有时候也有一些老铁 包括一些新朋友 说要卖货给我 说要发图给我 其实正常来讲 可能我买的概率不大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买随便货的人 我可能相对来说 对于这种东西的品质 要求会高一点 这一堆东西 其实我也不是都想买 看到没有 因为很多我都买过 我还是买一些 以前尽量没有买过的东西 比较特殊少见的东西为主 又发了一堆图过来 对这个共盘漂亮 看见没有 这个共盘好看 发的细路 估计不便宜 兄弟 也这种同志 共盘 估计他们买了也不便宜 有时候不是货不够好 有时候硬在你认知范围内 东西应该是一个 满清的 挺不错的一个花口公款 底下是同志块 应该可能还是本朝的 这么一个款 这个不错 不知道有没有缘分拿到 一个柯皮 别的全品十千 这个口音上有点小柯皮 东西很漂亮 直径是多少 我问他直径多少 我们的丽莎弹甘情代墨镜的一个头像 古典加上现代 都会拿这个做的一个头像 他发过来了 他说那个圆的共盘直径是20公分 20公分的话 相对来说还行吧 并不小 但我看看能不能跟老板还还价 我不知道出多少钱合适 因为又是老朋友 我也不好意思去乱说 所以大概会不怎么还价 也许我做的这价格 可能还偏高了一点 也许比他买的 可能还要亏了一点 不好说 我就给他还了一个两千八 两千八 看能不能出 其实这种网上交易 如果我从来没打过交易的话 也不熟悉的朋友 我很少买他东西 倒也不是说不信得过别人 信不信得过也不主要 而且其实也不是说 自己看不懂 其实有些东西 我们一眼就看懂 都是很开门的东西 主要是我怕麻烦 大家知道吗 包括卖给大家东西 我的一些规矩 我的一些原则 其实也不是说 你退换就这么地了 也没有什么 但其实我就不愿意去 那么为了一个东西去麻烦 又没有起到应有的交换的效果 所以尽量的 我都是和一些老朋友 和熟悉的朋友 打交道买或卖都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 在我直播间买我东西 我也希望是能够认同我的 认同我们东西 我认同我的朋友来交流 然后很多朋友买东西 他其实自己也不懂 不懂不重要 因为大多数朋友 确实也不专业 不懂是正常的 最重要的是 他其实还不相信你 他会找很多其他的 其实也不专业的朋友 来发表意见 来点评江山 说对错 其实完全是回销是非的 然后你给他解释 很多专业的知识 给他普及很多 他也未必相信你 他觉得他的朋友 比你还是要靠谱 他总认为 朋友不会害他 即便有那种很 对目前看不懂的朋友 他也觉得 他说的话是对的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让我觉得 咱们交流一定得互相认同 我们有这种认同基础 你东西再好 你给他再放了 再便宜 都是没有用的 甚至会把交流弄得很尴尬 很无趣 让大家很烦恼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说 看我直播 看到我的好东西 想单聊 想买 其实买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 就像我今天买别人东西一样 未必能成交 给你一堆东西 你只选出来四五个 你喜欢的 甚至只有一两个 你喜欢的 那么在这个喜欢的里面 也许有很多其他的文师品 像各种问题 会干扰你的一个决策 让你不一定能够去 下决心买 就算能够下决心买 那么这个价位 是不是可能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因素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的 买东西 所以我也非常清楚 所以有时候 我建议大家 还是在开国的时候统一来看 因为毕竟我面向大多数人 讲一次 能够让多数人 都能够有个考虑 这样稍微概率 也会大一点 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解决时间的事情 就像今天 其实我可能感觉 都未必能买得着一件 虽然我出价能力 也并不低 对方的出价 也蛮实在的 但是因为有时候 有些东西的价格 并不是那么特别统一 有时候他买来 可能就会比我 所预估的价格要高 买来会高的就成不了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的 所以说买东西也不容易 你看他说也卖不了 卖不了 其实他拿到锦德镇来 说句实在话 拿到锦德镇来 他们的出价能力 还没有我高呢 如果这个价钱 他卖不动我 在锦德镇摆地摊 肯定也不好卖的 因为当时我知道 他在锦德镇摆的 那些好卖的 都是他很便宜才出掉的 和南右的1.8万 如果逃出去之后 就这个员工还质量最高了 他说最低就10千 行吧行吧 合吧 那我只能跟他说 下次来了再说吧 所以就不容易 所以说淘到什么东西给大家 也都是非常不易的 大家多多珍惜吧